老杨到处说 欢迎继续订阅转发 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打赏 对我们的四皇茶老将香酒 有兴趣的朋友 包括我们的商圣酒 少少为马了解一下 我们的跨连之旅 太北跨连之旅 我们在这个宣传上已经讲了 美思乐啊清迈啊 那么还有这个 这个参加王小帅 他们去第四季的电影节 那么有一些对话 也在安排活动 这个呢应该说是有一些含量 希望大家一起在年底 在清迈见 来继续的聊 跟张熙明有关的一些故事和案件 近些年来呢 跟张熙明关系互动密切 现任的山西首富 名字大家很熟悉 叫郑鹏 我以前也做过他的节目 他说要把我告 到现在还没有落地 这个事情呢 有事实根据 我不怕你来搞 那好了 据说现在日子也开始不好过了 因为什么呢 追债的人越来越多 就是过去牛逼轰轰的 郑鹏师的收购 以及空手套白狼的日子 看来也该告一个段落了 山西的首富 轮换率好像比较高 当然我想多半是账面上的财富 借助人脉关系 以各种明目套取国家金融机构 大笔的贷款 这个事情来谋利 这个礼件不鲜 随着执政党对金融业的大力整顿 许多金融攀务案件不断被查处 这一款首富 先富起来的路径 很快就被毒死 最近有一段时间 北京也传来一些消息 原来的三聚环保董事长刘磊 也被带走调查 三聚环保是上市公司 股票代码是30072 三聚环保更名为海新能科以后 突然改变了以往 通过投资给 郑鹏的彭徽集团输送资金的做法 欢迎在开始步步进逼 要彭徽集团赶紧还钱 甚至千方百计找到了郑鹏本人 要他签署连带责任的相关的协议 郑鹏不一样 现在是县任的山西首富 他的发迹的故事很传奇 我们的节目中也说过 九三年用两万五千块人民币 购买了一台土焦炉开始创业 一路上奇迹 却不断有贵人 奇迹不断贵人不断 校议市委书记马文革 校议市市长的张旭光 吕良市的护市长张巨牌 都是他的贵人 政商勾结就不用说了 北京海淀区的上市公司 三聚环保原来的董事长刘磊 更是郑鹏的贵人的贵人 2010年以后 郑鹏的彭飞集团发展 很需要资金的时候 刘磊就跟郑鹏结为铁杆的战略合作伙伴 刘磊给郑鹏提供资金 而郑鹏帮助刘磊在山西制造 应收款的假账 我估计敢这么说 应该有证据 用他明显了山西彭飞实业 跟三聚环保签订供货 成为三聚环保报表上最大的应收款交易方 应收款规模一度达到67亿人民币之多 钱来的实在是太快了 是我们一般普通人想都不敢想 庞大的数字 有知情人士介绍 刘磊的山区环保和郑鹏的彭飞集团 联合在山西效益等地 召开很多新闻发布会 启动了很多项目 当然这些项目最终都是烂尾了 烂尾了项目最后也是不了了之 但内地的自媒体市值风云的披露 三聚环保和彭飞集团合作启动的一些项目 它设立的初衷 并不是为了发展生产兴办实业 目的很清楚 是为了套取银行的贷款 至于套取了多少贷款 这些钱用来做什么 如果是公安机关才能够通过缜密的侦查 才能够理出个线索的大概 我们不得而知 动作手段相当的明密 在2018年前三聚环保如日中天的时候 又是海淀区的 刘磊还设立了北京论丰 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用来吸收公众存款 给彭飞公司输送资金 输送了多少资金给郑彭和彭飞集团 到现在这个盖子没解开 虽然三聚环保在网民和股民的强烈质疑之下 被迫退市 而这个刘磊也被迫退 辞去的董事长这个职务 再后来这个三聚环保经部整顿 更名为海能 海新能科 后来的这个海淀区的领导 看到了原来这个刘磊是到处撒钱 撒的又都是海淀区的国有资产的钱 一是面临了下船手 卡住了资金外流的缺口 改向改为向郑彭和彭飞集团追债 通过面谈通过法律诉讼的方式 要将原来输送给彭飞集团的钱 统统给要回来 从最近的消息人士提供的信息来看 海能海新能科后来的工作人员 从彭飞集团要账也很不顺利 开始郑彭是抵赖 不愿意说出继续能拿了多少钱 对工作人员汇总的数字也不认可 作为海新能科 工作人员采取了很多的手段 才在2023年让郑彭签下的欠款 近几十亿的协议 把它置于无限责任的地步 几十亿你让郑彭怎么还呢 公开的资料当然显示 2015年的6月4号 荷兰中安的煤化集团有限公司 三合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校议室的彭飞实业有限公司 共同成立了一个贺币 四通绿能实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好复杂 科技 注册资金了一个亿 此以后在2016年 由北京的三具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华石联合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提供技术等 就为贺币这家公司 曾经连加工150万吨的煤焦油和煤粒氢 做综合利用项目开工 开工了 热闹 但是到2019年 项目根本就没有任何实质的进展 而已经完全停工消失了 钱就这么造为了 当然这个手法大家也很熟悉 校议室的彭飞实业有限公司的实际的控制人 郑鹏和北京三具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的控制人流雷事先同谋 先是由郑鹏以校议室的彭飞实业有限公司名义牵头 跟其他两家公司的荷兰省的贺币市设立 贺币市通绿能石化材料科技发展有的公司 由这个公司申请批设重特大的煤改科技环保项目 就是150万吨的煤焦油煤沥清综合利用项目 再由这个刘蕾实际控制的北京三具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引来技术和资金进行运作 表面的意图是要扩大生产环保 讲得很好 但实际意图并不是经营 而是由刘蕾以这个项目为地方重点项目的名义 引诱拉拢单位负责人投资参与项目 再由郑鹏通过实控这个项目资金 虚增假裂各种成本支出 把骗来的资金据为己有 这个估计敢这么说的材料应该是有一定的根据 海新能科有一个关联公司 刚才说过了 润风财户投资合伙的企业 有一个现象 这个给办案人员可以参考一下 三聚环保发展到什么地方 这家公司就跟到哪里 为相关的合作伙伴提供借款和投资 根据三聚环保内部的人士说 润风财户纯粹 就是一家以三聚环保相关机构为核心 建立的为造假账铺路的工具 原计划是通过润风财户向合作伙伴借钱 投资新建新工资 在由新公司向三聚环保签署业务协定 通过大量应收款项的设计 制造公司业务突飞猛进的假象 目的还是要骗股民 股市上股民的钱财 这很可怕 这样的东西恶心死了 那么好了 在跟彭辉合作期间就是在这个润风财户出面 当时彭辉所在的效益是农业信用社改制为农业商业银行 润风财户第一时间通过海定科技拿到了9.45%的股权 但他们还不满意 为了越过云金会规定了单个非营 金融机构不得持有农商行超过10%的股权 规定了红线 借款2.4亿给彭辉集团 让彭辉通过他旗下一个煤矿的持股 9.5%并秀买想捆绑的1.2亿元的不良资产 动作很娴熟 我觉得中国的经济怎么给这些人搞得那么一塌糊涂 结果怎么样呢 结果在刘雷不得不卸任三聚环保董事长之后 新的海淀区的国资委领导上台 把三聚环保改名为海新能科 海新能科和这个润风财务开始追债 官司是2020年开打 结果北京的金融法院判处借款 入股的效益龙商行的行为违规 效益龙商行的股权被判给了彭辉 但要彭辉归还购买不良资产的1.2亿元 这一下增加了彭辉集团的现金流入压力 当然现在的彭辉集团估计也很难受 有人认为在海新能科和润风财务的步步紧逼之下 现在的郑鹏先生要当这个守护也很辛苦 跟他的彭辉的还债压力比较大 所以怎么搞钱 这是已经成为第一要务 那么意味着改善现金流 郑鹏市的收购就变成一个重要的手段 他瞄上了净流的股权 净流应该是个煤矿 净流一年有一千万吨的煤炭产能 如果按照目前秦皇岛的 秦皇党岛的煤炭价格指数 净流能够有近八百亿元的流水 利润也会有一百亿左右 这一如果解决了以后就能够解决 彭辉阶段的危机填补彭辉阶段 已经憨巴浪的漏洞 但是由于禁流公司的官司久拖不决 彭辉等不及了 因此彭辉前不久以抵押公司 个人固定资产的方式 向山区华龙信托借了一笔钱 联系接近的百分之十 但这笔借款没有办法缓解 彭辉庞大的有债务危机 所以彭辉开始操作 把资产注入上市的公司叫做贺美集团 以拉涨股值吸引更多的股民投资的小把戏 这个呢玩过好多次了 郑彭准备注入贺美集团这些所谓的资产 土地都没有办土地证 房屋没有办房产证 家经业务也没有办许可证 严格意义上来讲 是不合华违规 恶意欺骗股民和社会 如果他做起来这个虚假的资产 被包装入室 操纵股罪一定是形成 不知名的股民贸难入手 风险有多大 大家可想而知 300多少 那个大家记一下 股民当然要和社会付出产重代价 证券部门是不是应该加强对这样一些公司的监管 把关审核 严查庄家操纵股市 有人做老储商救邀 不然的话 你是不是有监管不利和独职罪之嫌疑呢 所有的煤矿业投资界的人士 有一个共识 目前 山西的守护 现任守护政风很危险 蓬飞阶段也可能很危险 一出问题倒下 可能又是一个许家印式的可怕金融的黑洞 势必会给山西的金融系统 实体经济带来雪崩般的伤害 所以我想啊 山西和国家证监会有关部门要重视这个苗头 提早做好预案 不然的话出了大漏子 官冒你们是肯定保不住 不仅保不住 可能还做几年的监牢 有意思 山西的活 真多 山西的故事 真取责 山西的水 真黑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山西的水 丝新的水 山西的水 女轮 神 琵神 安西的水